他藏過了沒有戴套以後 他套子就再也戴不過去 當天就可以洗澡 那當天就可以信開嗎 欸 不 好急喔我 結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來感受一下 他的書金管在哪裡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哥 你想成為一個威猛的渣男嗎 這裡的渣男可不是指什麼 Fatboy的那一種渣男 而是 平常結紮兩個字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 會有一種 不過呢 為什麼那麼多人想要結紮 而且結紮有什麼樣的好處 結紮是可膩的嗎 反正這一集呢 就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什麼叫做結紮 那我們就兩位去找醫師吧 好 歡迎我們許久不見的作作醫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作作醫師 好 相信大家就是對於結紮 可能一知半解 很多男生可能會想說要來結紮 就是保護另外一半的幸福 怕就是不小心生太多小孩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來告訴大家說 欸 結紮到底有什麼好處啊 結紮最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讓你省幾千萬這樣子 幾千萬什麼意思 對啊 有點要統計啊 你生一個小孩出生 到他長大 正常大概花個一千萬次 可能會發生 因為物價越來越高 那第二個是結紮以後呢 你就不用再去想這些避孕的事情 可以享受那種 無憂無慮 沒有任何阻礙的那種性生活 對 有一個客人跟我說 他藏過了沒有戴套以後 他套子就再也戴不回去 如果已婚的 叫他們習慣要在身上放個保險套 是應該很少 而且有時候賺安全期 還是會中標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就是最重要的點 但我可以再補充一個 因為你剛問的問題是 渣男的出發點 但是其實有很多人來結紮 是老婆壓著他來結紮的 真的假的 所以老婆一定是有一些好處嘛 不然他為什麼要壓著 來 請問一下有什麼好處 老公過世分遺產的時候 不會突然有個小孩包出來 不過那個真的也是有女生 來跟你分享說 真的在結紮過後 他們的感受上是會有什麼樣不同嗎 結紮過後 因為你沒有壓力 在最後關頭的時候 他可以盡全力的衝刺 盡情中出 手術就有傷口 但是我們現在這種 無刀口的結紮手術 他的傷口大概每一邊 只有0.1到0.2公分 但他很小耶 很小 然後再加上 會用特殊的組織凝膠 去覆蓋這個傷口 所以說 你回家之後 不需要換藥 不需要換藥 你不需要換藥 也不需要塗抹藥膏什麼 不用 都不用 當天就可以洗澡 你只有不能去游泳跟泡溫起來 OK 那當天就可以性愛嗎 不 好急喔我 我們在學理上是說不行 我們先禁宇舟 禁宇舟結束之後 另外一半的幸福 會更開心 沒錯 然後就是讓裡面的傷口好一點 那這樣子動這個手術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或者是說那個 精液會不會有什麼回流的問題 然後卡在那邊 導致我膏丸的部分 越來越脹 越來越脹 我們把它綁住了嘛 經常就卡在裡面 對啊 那通常呢 這個身體就會把 吸在裡面的精液蟲 就吸收代謝 就是正常的一個新人代謝 喔他其實是會代謝掉的 會會會代謝掉 有一些人剛開始的時候呢 他會覺得有一點脹脹的 傷口好了以後呢 輸精管可能會被略微的撐大一點點 但撐大以後 他習慣了你就好了 但是呢有很多人在網路上 說開完刀以後很痛 結紮的樹如果會很疼痛呢 有最大的可能是因為 在綁這個輸精管的時候呢 他不只綁了輸精管 他把輸精管旁邊的提稿機 也一起綁掉了 對我們那個蛋蛋不是會 對啊會上下移動 那個就是用那個提稿機在移動 那他跟金鎖是連在一起 那我們做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非常的仔細 我們會分到就是非常乾淨 只有一條輸精管 其他東西都撥到旁邊去 那我們才把這個輸精管做減掉 然後做一個綁起來的動作 但是如果開刀是比較粗糙 沒有那麼精細的話 他可能就會連同旁邊的提稿機 他就全部一起綁起來 那如果他這樣子說 你就會非常痛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醫生的經驗有關 我先直接幫大家問 我們做做醫生做這個手術 經歷有幾年了 從我畢業經驗命令回到現在是25年 今年第25年 那你們就知道 如果說今天真的要做什麼結紮手術之類的 經驗真的非常重要 經驗蠻重要 然後當然醫生本身的細心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15年前就開得很好 所以 我覺得男性最care的就是射精的那個爽幹 結紮完之後射精看起來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真的假的 對絕對不會有什麼 你剛說什麼倒流 倒流是開射物線手術才會發生 你做這個結紮手術 是絕對沒有什麼叫做射精倒流這件事情 那射出來的東西 你結紮前射的 結紮後射的 看起來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說可能在檢測上面 他測不到精蠻質量 只是說他裡面沒有精蠻 那那個快感是一樣的 快感是絕對一樣 理論上我們都會跟客人講說 你應該結紮完一個禮拜就要回診 但我跟你講 回診的比例不到5% 因為其實也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根本就沒事 基本上就電話追蹤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有問題就來找醫師 對 很多人應該會很好奇 到底這個結紮手術怎麼進行 我覺得我們就直接 現場模擬的方式 你會更能夠感受他整個的過程 平常我們並不會這樣聊天 所以我們是採用豬眠麻醉 所以其實我打完麻醉之後我就睡著了 對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會說 離外上就是 對 OK 所以我們會等到你睡著之後呢 我們才會由專業的護理人員 幫你脫褲子 可能會有點剃毛 清潔消毒的動作 我們會在兩邊各開一個 0.1到0.2公分的傷口 好 那我們就是會用手要先把這個塑菌管抓出來 我來感受一下他的塑菌管在哪裡 OK 好 我可以自己也摸摸看嗎 可以 我找到了 在這裡很像那個一條橡皮筋的感覺 喔 我有感受到 OK 所以我們這樣子夾的時候是都還不會痛的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 等一下真的不會直接動的吧 我們現在是清醒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器械 它就是有一個環狀 有一個環狀 那這個環狀剛好就跟塑菌管的大小的尺寸差不多 嗯 OK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呢 就把剛剛的這個塑菌管夾住 那我們夾住之後呢 會用另外一個非常尖的器械進去 然後把它塑菌管找出來 從這個洞呢 就把它拉出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環狀 你知道 塑菌管整個被拉出來 喔 可以拉到那麼長喔 欸不行 這放大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就用剪刀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呢 兩邊把它綁起來 然後整個過程 全部都是梳棉麻醉 所以你也不會有任何的痛感 然後等到我們弄完之後呢 我們就再把它塞回去你的寶袋裡面 嗯嗯嗯 OK 然後傷口就把它塗起來 傷口就黏住了 那我可以問就是這樣整個過程大概多久的時間 大部分是10到2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 哇 那這個其實手術很快耶 對 手術結束之後啊 它還是會有個傷口嘛 那我起床會不會覺得 哎呀我那邊有點疼痛的感覺 呃 每個人疼痛是主觀的啦 但是 大部分的病人起床之後呢 其實他是不會有特別的疼痛 因為我們在操作的過程中 即使你已經睡著了 我們還是會在你傷口的周圍 打上一點點局部麻醉 嗯嗯 這個局部麻醉大概可以維持3到4個小時 20分鐘 30分鐘你就起床了 嗯 所以你其實剛起床的時候 你是完全不會疼痛 OK 好啦好啦 我們模擬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這裡可能要代替一些男性發炎 結紮會不會影響到我的性功能啊 OK 對很多人會誤會結紮就是閹割這件事 所以這個錯的喔 閹割大部分是連他的稿一起打掉 輸精管這個管子呢 他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輸送精子 他沒有幫你輸送你的男性荷爾蒙 所以絕對不會影響你的性慾 或是你的性功能的表現 所以其實我的稿固筒還是照樣可以分別 對你的稿固筒完全正常的 稿固筒走的是血液 他是經過血液 喔這真的很多人會誤會的 對沒錯 可能很多人就想說如果我今天真的做了一個結紮手術 會不會我搞不同分泌就有問題 然後我開始實性激素變多 其實是不會的喔 是絕對不會 喔 那你有時候會聽到網路上的謬論是這樣 他說啊 我十年前我五年前去結紮 我真的今年開始性功能下降 那就是因為你老了 你年紀大了 你不要再拿這個出來當藉口 真的我覺得你們更需要的 可能是像我上一支影片提到什麼體外政波 還可以幫助你的陰莖 血液變得更好或什麼之類的 體外政波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就是去諮詢一些泌尿科醫師 但我們玩醫師是非常專業的啦 OK 再來可能也是很多人會關心的 結紮之後我到底多久之後可以五套性行為啊 這個問題真的超重要 一定要跟病人百分之百要提醒 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結紮後沒有馬上避孕 喔沒有嗎 我以為馬上就可以耶 像他們我們書經管很長一條 那我們從中間把它結斷 但是呢出去的這一段路 還有一些經驗 喔就可能還是有一些殘留的小蟲蟲在裡面 對啊蟲蟲不用多 中一隻你就求了 所以我們要記住你要排空 我們一般有兩個算法 一個是說你要射進10到15次 那另外一種做法就是你可以自然 有人說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性行為 或者我沒有要打那麼多手槍 那我們就是讓它自然的流出 或是讓它自然的代謝 那就是大概兩到三個月左右 所以其實還是建議回到診所來 然後去檢查一下你的經驗含量 對我們會請大家大概二到三個月之後呢 驗一個經驗的分析 那經驗分析裡面呢 你只要看它還有沒有精蟲 這樣就可以 OK 但是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多重伴侶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戴一套 性病的方式還是要做好 對 有些人真的當了渣男之後 他發現說怎麼辦醫生 我不想要當渣男了 還有沒有救 統計數字大概六到八對 可能會有一對會後悔 我想好奇先問為什麼他們會後悔啊 坦白說最常見的原因是煥惱 第二名才是真的 又突然又想要再多重 那我有辦法在我做結紮之前我先動精之類的嗎 但是一般動的精蟲的品質其實相對是比較不好 當然有的人會說金子銀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是也可以這樣做但是它的成本有點很高 所以一般來說是不會鼓勵做這種事情 如果真的後悔的人那我們要用輸精管接回手術 就是把兩邊本來已經切掉的輸精管呢 我們再重新把它接回來 可是這樣成功機率大概有多少 其實接通率蠻高的啦 都會在95%以上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接通了不代表讓對方懷孕能力會跟以前一樣 所以一般的學術上的統計是說 接通之後你的懷孕率 接通率超過90% 但是懷孕率大概只會降到40%到50%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輸精管不是有兩端剪斷的嗎 有一端因為金蟲過不來 所以它會被撐大 那另外有一端呢 它是很久都沒用 它就會有一點點微微的萎縮 那你把大的要接到小的管子 第一個技術上也蠻困難的 第二個是說這個細的管子 它能夠通過的金蟲就變少了 就像我們想像嘛 你一條大馬路四線道 變成二線道的一個小馬路 能夠穿過的車子的數量就變少了 金蟲的數目會比以前少 這又跟你結紮多久有關係 平均來講 每結紮多一年 就會再降低大概10%左右 而且這也還有牽涉到年紀的問題 你30歲結紮 你40歲後悔 但是你40歲的能力 肯定本來就比30歲差一點 我可能那時候的精子品質也會變差 對 所以這是雙重的因素影響 結紮後悔的人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可以幫你接回來 但是懷孕率會變差一些 就是沒辦法跟你保證說 接回來之後 保證你懷孕 對 這是真的沒辦法 對 那最後也感謝我們的做做醫師 跟我們分享 今天的結紮手術相關的一些過程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等等的 王醫師還有什麼要提醒大家的嗎 結紮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清楚 如果你還有一點點猶豫想要生小孩 那我就會勸你完兩年再做 然後如果一定要做的話 請記得 毛遂自見 Yes 好那謝謝做做醫師囉 謝謝拜拜 最後呢 我其實想問大家幾個結紮的想法 第一個呢 也想要當渣男 因為我想要享受那種 開心的性行為 跟老婆中出的感覺 第二個呢就是 渣男這件事情真的離我太遠了 我現在也沒有想太多 第三個呢就是其他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來跟我分享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解紮的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 那有沒有個人跟你分享解紮之後啊 那個味道會不會改變啊 好像問到一個超難的問題 我再請我老婆錄一段畫面不累 OK 不要啦 你知道我是公眾人物 那不行 我現在把它這樣 你看到嗎 出去把它這樣 我沒有真的假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 手術是不用幻想的 手術是不用幻想的